今年1月4日,澳洲27岁女孩Holly Butcher去世了。去年时,她被确诊罹患罕见的骨癌。在生命倒数的这一年中,她一直在思考人生,并用笔记录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。她没有抱怨,也没有愤恨,只是平静接受,并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。 Holly去世后不久,家人将她留给世界的建议,PO到了脸书上。没想到短时间内就有十多万网友分享。一起看看这个女孩临终之前的感悟吧。 1.珍惜别人的时间。别再不守时,让朋友白白等待。你应该感谢那些愿意和你分享时间的人。 2.工作很讨厌,运动好辛苦。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埋怨。但其实该感恩身体仍然健康,因为在某一刻。 2.即使这样平常的事,也会无能为力。3.别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无聊又琐碎的事情上。不要被压力支配,记着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命运。所以请过得更好,更有价值。 4.生命就是这样。它脆弱珍贵,又不能掌握,每一天都是礼物,而不是应有的权利。 5.尽全力向所爱的人表达爱意。在有生之年,尽全力去爱。 6.做真正会让你快乐的事。比如狂吃蛋糕,用不着有罪恶感。不想做的,就说不。不要为追求别人眼中的美好人生而活。做个平凡人也不错。 7.别再通过手机荧幕去捕捉瞬间。而是该去享受,去用心体验那个瞬间。 8.通过手机屏幕观看的人生。不会是活生生的。8.钱应该是花来换取经历的。 8.别把钱都花在物质上。而放弃了那些难能可贵的经历。我们把活着当成理所当然的事。 9.但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到来。珍惜每一天。把每一分钟、每一秒当成最后的时刻来活。 9.无论命运有什么样的安排。都不会觉得遗憾。 9.Tillg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